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 直星至两物体质量的距离呢 会跟两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一则影片介绍了直星的位置 就是XC等于N1X1加N2X2去除上总值量 那我们从数线上来表示 可以表示为这样 N1在这儿 这是X1 N2在这儿 这是X2 好那么 我们可以这样去算出来 中间这里就是XC 只是我们今天把它叫做L好了 就是算出来假如是L 我们也可以带一些数字 比如说 N1如果是4公斤 N2如果是2公斤 然后X1如果是在 X1在2 然后X2是在8 这样子 那我们算算看 L会是多少 那就是4乘以2加2乘以8 再除上4加2 结果是4 所以算起来L等于4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就是 当我们呢 从直星去看两个物体的时候 从直星去看两个物体的距离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让L这个位置 我们让XC这个位置变成0 把圆点平移 变成0 那也就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全部都减掉4 全部都减掉4的话 X1就会变成-2 对不对 就是全部减4 这个要减4 才会变成0 也就是减掉L 减掉L 好那么 原本的直星位置就变成0点 然后X2就变成了4 那 这一次 我们再算一次直星的位置 那就可以写成 我们这边的直星位置写成Xπ XCπ XCπ会是 N1 N14公斤 乘以-2 再加上 N2 2公斤乘上4 这样子算起来是0 当然是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的 把它的0点搬到了直星了 所以算起来当然是0 那其实它也可以用代号表示 我们代号是 X2C 以及X1C 这个XCπ还是不要加π 好这样子 那它也可以用代号表示 就是N1X1C加N2X2C 然后结果就会等于0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结果是 N1X1C就会等于-N2X2C X1C的绝对值比上X2C的绝对值 就会等于N1 那就相当于是N1分之1 比N2分之1 这意思就是标题所写的 直星到两个物体的距离 X1C X2C的比例呢 会跟质量成反比 这样 这是一个好用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用的结论 像我们如果从直星看出去 我们现在在第二张图就可以看到是 0到1号物体的距离 就会是2 对不对 然后0到2号物体的距离 也是就是4 没有错 那刚好就跟它的质量是成反比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补充更多一点 我们先画个图 好我们把图完成了 在这个图中呢 我们是把 我们是让这个N1N2不再是刚刚的位置 而是变成了X1C'X2C'以及XC'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做法 就会可以跟刚刚一模一样 然后你最后呢 就也还是可以把直星X1C'的地方呢 看成0 那看成0的时候你一样会得到0 0就会等于N1X1C'加N2X2C' 然后去除上N1加N2 那结果你还是可以 结果你还是可以得到一样的结论 那就是X1C'比上X2C' 一样会等于跟质量成反比这样子 好那么 所以画一下图表示好了 假如说 X1C'是在-3 那X2C'则会是在6 因为它们会跟质量 它们到直星的距离 会跟质量成反比 而直星今天刚好是在0 直星今天刚好在0 所以-3到0 刚好就是3 长度就是3 而6到0 长度也刚好就是6 所以 只要你从直星的位置去看两个物体 不管两个物体 离你有多远 离直星有多远 两个物体到直星的距离 都会跟质量成反比 这样子 而且呢 再补充一点点 不仅是两个物体到直星的距离 跟质量成反比 它们的位移 也会跟质量成反比 原本从上一张图的4 变成6 这个是N2的位移 那N1的位移 是从-2到-3 那很明显的 一个位移的2 位移的2 一个位移的1 所以它们也会跟质量成反比 所以 一号物体的 从直星看一号物体的位移 跟从直星看二号物体的位移 也会是跟质量成反比的 这样子 好 那甚至呢 最后的最后呢 其实X1C'可不必 X1C'可不必等于X1C' 可是上面这一个还是会成立 对 那这个X1C'比上X2C' 还是一样会等于这个比例 好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来吧 有点 好 对 好 好 我可以 感谢观看